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 斯普拉寶劍室又要重新開張啦 我們在二代的時候曾經有開過這個七彈寶劍室 來替這個新手朋友們解決一些沒有辦法上分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非常榮幸的收到了粉絲提供的這個影片 感謝樂樂提供他的影片 想要來了解一下到底究竟他的這個對戰的過程中 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為什麼呢好像就是最後都會被這個逆轉打不開 不知道該怎麼樣應對進退呢 今天就由我們斯普拉寶劍室來覆盤一下 看一下他的問題在哪裡 會不會在哪個地方稍微改進一下 其實就可以整個完轉整個局面了呢 好的事不宜吃我們馬上開始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 來支持我們唷 好的首先來到的是這個鬼頭刀度假區 真格區域喔 好我們先這個一步一步來看一下吧 好起手的部分我們先看一下喔 這個我們的玩家喔 樂樂呢使用的是這個斯普拉射擊槍 那是這個聯名款喔 然後他的隊友呢是4K 甲鈺標記槍跟這個凱文525 那敵人這邊呢是斯普拉蓄力槍 點52跟這個筒裝旋轉槍 還有這個可辨式滾筒 那目前以這個射程上看起來呢 呃基本上呢應該是點52跟他的距離是相對來說是比較相當的 但是其他的射程都比他遠 所以說呢在鬼頭刀這個守藏的地圖來講 又要特別留意會被擊中 等於說其實你可能在戰地保有的情況之下呢 你要先抓好距離然後再出擊可能會比較重要 好我們直接先開始 好開局呢是先從這個左路出去 好雙方這邊好這目前可以看到 好好好目前兩方都還OK 然後想要從中間高台上去 欸好OK這裡馬上可以看到直接被狙殺喔 這個地方呢其實我們可以稍微再倒回去看一下喔 比如說我們再倒回去這裡是4分47秒 我們倒到55 54秒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剛開始開局出去的時候呢 其實 來我來開一個有趣的東西給大家看來 其實呢開局這裡出去的時候可以看到 其實這裡的這個敵人啊 然後還有這裡也有敵人已經下來 很明顯的 他們像我剛剛說的就是今天來講 以射程來說其實真的4%射擊槍 這兩把可以相對應的武器可能只有 跟這個可以相匹配 那其他的其實都打不到 而且在這個鬼頭刀的區域啊 除了這個掩體之外啊 其實這一些地方啊 目前看到這些地方 這一塊啊其實都是會被看到 就是很危險 就是這樣當我們手短的時候 在這裡的位置都很危險 所以說其實像4K在這個位置其實蠻不錯 因為他一開始並不是在正常居位喔 那大家要知道鬼頭刀度假存 狙擊很喜歡就是站在這個掩體後面 也就是對方陷在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他的狙擊剛剛其實已經要上來這個地方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 好這裡目前呢 點我已經在場中間囉 所以再加上他有這個雨簾的防護 而且這裡是敵墨 所以其實不太確定敵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真的是 要嘛是在這個旁邊的高台 先補墨啊丟附武器啊 或者在這裡就是要小心就對了 而且因為狙擊在這 如果狙擊下來到掩體旁邊的話 相對來說也會是比較危險的狀態 好那樂樂呢是選擇這個到這個高台 好大家剛剛有看到嗎 就是其實他剛剛上高台的時候 狙擊的線已經在看了 狙擊的線剛剛已經在這個地方在找人了 所以他剛剛一上高台的時候 等於說直接會變成是火吧 直接被拒殺掉 所以說要上這個高台可以嗎 其實也不是不行 可是可能你可能因為這個高台是 這個高台是這個樣子嘛 然後這裡有一個掩體嘛 對所以你可能 這裡有一個掩體 所以你可能要從這個地方上來 會比較保險一點 就是你上來然後是 是淺墨狀態躲在這個後面 因為這一塊整個裸露出來 等於說會直接被手藏的人抓到 而且再來是 4%設計箱上這個高台 如果對方的手藏在的話 其實在這個高台也是蠻危險 因為等於說直接上到高台 被看清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 這個上來要非常的小心 好那現在目前可以看到就是 兩個剛好兩支機動水槍 是直接被帶走的 好對方 好對方家裡的4K把對方4K帶走 那這個其實是蠻不錯的 好這邊可以看到還有一個統裝旋轉槍 好現在直接被歪跑 那現在這個時候就是最困難的時候 最困難的時候就是 你直接家裡被歪跑 那等於說其實敵人呢 現在墨其實已經突起來了 那他們其實有可能會把戰線往前推 就是直接先推進家 那有些人溜進來 直接就把你這塊區域鎖死 所以說這個時候其實很關鍵的就是 要小心出發的地點 因為其實敵人還是可以上來的 但是呢其實這一塊 這一塊是相對來講其實是可以下去 應該說鬼頭到這裡有點尷尬 如果壓進來真的猛壓一波進來 就很危險 所以不要選擇最邊邊的這個位置下去 因為你很有可能直接被埋伏 就是在這個下面的地方埋伏 幫你擠殺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宅玉已經先復活 所以這個時候最關鍵的其實要先 就是留意一下 不要貿然出去 一個一個等待隊友一個一個出去這樣 好先選擇在這裡 因為敵人這個時候還沒有直接壓進來 好選擇走右路 好左邊有一隻可變式滾桶 好這個時候 喔這個時候其實這裡也是非常危險的點 是當我們剛出發的時候可以看到 其實這裡超多敵人 其實這裡敵人在哪裡 其實都有可能 可能這個掩體後面可能也會有一個人 這個其實 尤其是在這種高低差的下面 其實都會有人蹲 更何況我們剛剛出發的時候 大家應該有看到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看到這個五二 他其實就躲在這個下面 那以躲在下面的五二來講 甚至有可能是滾桶或是爆裂系 那這個在下面的時候 他要是直接往上 他的準頭好 我們剛現在其實是直接被帶走 所以說 這個路線出來 壓加這個路線出來 是很常見 一定會有人從這裡溜出來 所以很有可能會被埋伏 所以就要特別小心 那剛好 這個五二炮槍沒有打到 那現在持續地板還是這個 紅隊這邊繼續進行 好 另外被這個狙擊帶走 然後上到高台 開啟三重龍捲風 好剛剛這個三重龍捲風 就有一點可惜 就是 這個目前就丟的這個位置 剛好有一顆直接卡在上面 所以有點可惜 沒有丟到這個地板上 那這個三發龍捲風 丟的時候 如果可以 像這裡有一發是丟在地上 那剛好隊友有補 那這個是OK的 好 地先搶回來 但身上有這個 好 抓 抓掉 nice 現在目前先把 戰地先搶回來 好 OK 好 這個就是 這裡就是我剛剛最開頭 想要講的地方 就是說 很明顯可以看到這個是 這個 銅裝旋轉槍 跟這個 斯普拉射擊槍 射程上 基本上已經有一個很強大的落差 所以基本上 而且再加上這裡是 防水部 沒有辦法潛破 所以在這個位置上 會非常的危險 因為從這裡繞過去 如果我們今天不是守長 或是譬如說長暴之類的 可以從這個角度是 直接進行攻擊的話 我們露出來 會變成火把 這個其實就是要留意 這個 這個會變成比較危險的地方 好 順利淘寶成功 然後把地板塗起來 好 我剛剛這裡看到有一個 小問題 就是我發現這個 斯普拉射擊槍 比較有的狀態 就是說它會有蠻長身 因為現在其實 基本上戰地 以自家來講 其實算是OK的 但很明顯的會發現 大部分 這一隻現在目前 這個 樂樂戰的位置 幾乎都在 敵人長射程的彈道路線 路徑上 就是而且很容易 就是譬如說 樂樂它是會 譬如說它是以人形的 站著 要不然就是會站在這裡 然後變成說 可能在這裡左右兩邊有一 可是變成說 你在潛伏時間點變很短 就是有一點暫時 雖然說地牆壞 可是我不知道 我現在要幹嘛 有感覺到這種感覺 但其實以現在這個狀態來講的話 可以考慮的方向是 譬如說 往這一邊前進 因為這裡有墨碼 其實這裡可以是前進的 或者是譬如說 在這附近 在這附近 遊走 就因為這裡有一個掩體可以保護你 可是 在家裡的這個位置 只要 在戰場上 一定要特別留意 手長的人站在哪裏 就是說如果狙擊站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你一定要留意 他看得到你的路線 因為其實他們 就是在高處 一直在頂誰露出來了 我可以去找誰 所以這個要特別留意 然後當你的地板 有一個不錯的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去埋伏 去看一下敵人現在在哪裏 才可以比較安全一點 好 丟了一個飯糰 好 對 其實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 已經可以往這個方向前進了 已經可以往這個方向前進了 這邊目前看起來 敵人幾乎都在這一塊 還有這裡 所以其實是已經可以往這個方向前進 就是這一區幾乎是沒有敵人的 那 除非今天要在這裡蹲 那要先確保一下敵人下來的位置 好 這個 看到剛剛已經有一個下來了 這個 這種下來 就是典型的 很好抓 因為其實都是敵墨 他怎麼可以冒然下來 其實對我們來講 相對來講是有優勢的 好 不小心砲槍 這個有點可惜 好 剛剛4K有沒有 就是 4K一直在 這個遠程的這個地方 然後中間都是洞 都是他可以瞄準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很討厭 好 這個就有點可惜 剛剛前面那個地方 我們再倒回去看一下 我看一下 呃 我們是3分42秒 3分48 好 先暫時搶回來 沒抓到 但是敵人死掉以後 死掉以後會變成敵墨 好 他已經搶一半回來了 那這個時候其實 如果有發現左上方已經是 銅裝旋轉槍的時候 其實就不要再前進了 太危險了 因為沒有射程優勢 然後這個 比較明顯可以看到是 沒有看到敵人的位置 所以不太好直接做對槍 好現在敵人 呃現在我方倒2 然後持續對方倒數 好倒3了 現在只剩4K 4K前線 現在持續倒數喔 這個時候 如果不好出去的話 可以先看一下4K在哪 然後把地板塗一塗 把SP先擠起來 因為山發 這個 三重龍捲風喔 是可以把地板搶回來 做一個很好的驅趕 尤其是 這個地這樣 其實你可能丟一塊丟一塊丟一塊 它可能站回來 而且 你在丟出去之後 其實你還是有時間 你可能可以直接回到場上 去做一個牙齒跟驅趕喔 好到中間 對 你看現在這個位置其實就有一點尷尬了 就是說 你知道狙擊在這裡 但是你到這個位置去 埋伏的 去等待的時候 但是你又沒有辦法出來突破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稍微花了一點時間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可以考慮的就是在左邊 因為現在這邊其實 這邊那個離島啊 還是這邊啊 因為它現在那個水面下降 其實你已經 這裡其實有一些地 是可以出來的 好 好 塗塗塗塗塗塗塗 三發 三頭龍捲風 好這個 這個有一點尷尬 這個開 SP開有點尷尬 就是 雖然是想要驅趕 但是因為太早下到底墨 所以其實腳已經先踩在底墨上 就已經先形成了一個有傷的狀態 然後第二顆三發龍捲風 又因為底墨太多 所以不得不把它丟在自己的腳下 變成沒有辦法丟在區域裡面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有點可惜 好 好給我玩 但是這個就是 就像我剛剛說的 三發龍捲風 是可以造成視線上的落差 所以其實沒有人發現它跑到後面 所以這個烙杯很漂亮 nice 讚 好 搶回來第三個 第四個漂亮 這個死掉也都無所謂 因為 已經形成了一個關鍵閘了 因為你關鍵直接1帶4 然後變成說把整個戰線全部都拉回來 那通常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最大最大的機會 可以扳回一層的時候 因為其實他們每個人死掉 要復活8秒 8秒 8秒 大概整個加起來可能十幾秒 回到場中間 所以這個時候最重要的其實是什麼 當然剛剛如果是沒有死的話 就是 如果剛剛沒有死掉的話 這種贏的的時候 其實戰線就是要稍微往前推 你可能要把戰線推到這裡 或是推到這裡 就是開始要驅趕 你這邊可能都要有人突起來 或是你可能要稍微去做一個埋伏 就是這一塊基本上就是不讓人家 他們這一塊基本上是不讓你出來的 這一塊是一定要站下來 重新畫一下 就是這已經可能要到這一塊去囉 因為這裡呢 你如果有稍微站下來的話 他們要出來就會很麻煩 甚至你跟他在白熱化 你其實這個時候就是要想辦法拖爆他們的時間 不讓你出來 我要拖爆你的時間 對 這個時候關鍵是這樣 然後這個時候 選擇的跳點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可以看到這裡其實已經有敵人 然後這個熱熱跳點在這 他跳到的敵人的 跳到的這個位置 剛好是敵人可以射到 如果譬如說你的隊友在這個位置 你跳的話那可能還OK 因為還有掩體可以保護你 可是呢因為他選擇這個跳點 所以導致他一落地 直接就先少一個人 那這個其實非常可惜 因為這種關鍵的時候 其實回到場中間的協助壓制 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現在對面倒2 好開始倒數 好現在這邊開始 然後右邊這邊有 有那個隊友 帶掉了可變式滾筒 48 47 46 45 好好好OK搶回來 好這個時候 其實身上已經有這個 被標記的時候 這個位置進攻其實就蠻危險 因為這裡有一個桶裝 這裡有一個52 其實現在變成1打2的狀態 所以 如果譬如說 桶裝沒發現你可能還好 剛好繞過那個 剛好繞過雨蓮 但是 但是 因為他其實還在 就是 那個 聲納其實還在 但是這個52下來打 打 人這件事情 看起來好像有點像賽道 但是也有可能他是打到 因為你身上有標籤 所以其實等於說 你在優勢 正有優勢在倒數的時候 馬上不小心先掉2 就是你自己先死了兩次 而且是很快速的 所以其實這有點虧 雖然有換掉 但是因為 同時 隊友喔 我剛剛看喔這個 525還蠻長 可能沒有協助的情況下 就是不小心死掉了 所以就變成場上的人數 一直都是屬於比較弱勢的狀態喔 好被搶回來了 好被搶回來了 還有2分半 時間很長好倒 倒3 好現在整個 這一輪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這跟前面又有點像了 現在又是被 對對方拉回來 所以其實 呃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每當你搶回一輪 你把對方殺3 之後 其實那個就可以算是 一輪進攻 或是防守之類的 所以現在應該是已經到 第二輪第三輪左右了 那現在的重點是 2分半內 怎麼進攻 或是怎麼防守 好 你看 你看 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敵墨這麼大 其實 滾在這 或是誰在這 他這樣一下也一定是直接死 這個一定要跟大家講 千萬不要就下去 一定會有人 一定會 就算沒有人也不能下去 因為你下去的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塗地板 你塗了地板 就會被發現 你塗地板不一定要下去 才可以塗吧 你在這裡其實也可以塗 你在上面也可以塗 就是一定要 確保保險 因為這裡你看 已經少一個人 然後你又下去 雖然說這裡有個隊友 可是其實地板不是很漂亮 所以其實蠻危險 尤其是右邊 你要看一下 因為自己一個嘛 這裡一個 這裡一個 你這裡就是這個 那就會變成孤軍奮戰 非常非常危險 好現在 現在就是有吃到這個導彈 但是很明顯可以看到 整個戰地面積幾乎都是紅隊 好 這個進到場內的導彈 要小心 導彈進場內 就是幫 直接在幫 敵人塗地板 然後再加上 有兩個隊友都吃到導彈 所以等於這樣一進 就非常危險 然後後面 直接被抓 雖然說走這個路線 沒有不行 因為已經被追了 所以當然是直接 以生存機率比較低的情況下 當然要想辦法逃跑 好 這個後面 nice nice 這個不錯 這個被殺不錯 糟糕可惜 所以 這個就會變成是 像剛剛 那個繞被殺一帶四 是很不錯 可是其實 就是它是有風險 再加上如果場上 剛剛其實場上 還沒有隊友幫忙 所以其實 就會變成是 如果不小心砲槍 那就很有可能 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好現在還是持續的是 這個紅隊的倒數 而且被追過去了 那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可變式滾桶 是一直在 一直在刷喔 戰機開出 2625沒有 好停下來 但是沒有 三個人卡在同一邊 啊nice 這個應該是 欸剛剛是被G掉了 是不是 對直接被高台 高台狙擊 因為剛剛的那個狀況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 大概兩三秒前 剛剛的狀況已經 被追過 然後但是地板又很髒 所以可能會比較急一點 好這裡有一個人 啊不是不是 這是剛剛那個地方 抱歉 先看看剛剛後面 啊對這就被追過 那我們從這裡開始 好戰器丟出 好 一直想要一直想要一起抓 這裡有一隻 這裡有一隻 上面有一隻 好 好 好狙擊 狙擊再看 狙擊再看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你想想看 狙擊的面積是他們比較多 狙擊在上面直接可以看到有兩個火把 所以說 最可怕的就是 對狙擊來講 沒有人干擾狙擊的情況下 他就是在享受 在享受 他就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樣子 好直接先帶掉一個 停下來 螃蟹開出來 131312還在還在抓還在抓 10秒 這個就有點難 現在這樣被壓著就有點難了 這個這個 可以再早一點 因為他已經有標誌 可以再早一點出來殺他 吐起來吐起來吐起來 這個應該可以 好這邊就是又回到剛剛那個說法 但是在他們沒有發現的情況下 如果你已經覺得有機會 可能就要稍微往前了 好帶掉 啊可惜這個沒有抓到 nice nice漂亮漂亮漂亮 現在這個又是一個 現在這個就是這一輪的防守 又是新的一輪防守 因為剛剛直接帶3嘛 直接殺 剛剛殺掉 我應該不在場上了 關鍵剛復活 所以現在要把地趕快先吐回來 很重要 好吐回來了 但這個現在要去抓4K 這個選擇就有一點點可惜了 因為其他人剛復活 而且從上面去 要再打他 就是其實你可能可以抓掉 你可能可以抓掉狙擊 沒有錯 可是因為風險實在太高了 就是 我們在進行 這麼多輪 比如說現在至少可能3輪 你打一打的時候 你可能會發現 自己不在的時候 特別容易輸 那這個情況下呢 就表示你 對於全隊來說 可能相對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大家應該也會有很多 這種 經驗 就是我一倒 全部都沒有了 那 不能去說什麼 啊隊友 他的實力可能沒有你想像中這麼好 但是 你們只要是有機會翻盤過的 或是比如說追回來過 那就表示是可以 那等於說整整盤的這個重點 可能會在於你的一些細微操作 比如說像剛剛那些 呃關鍵的點 跟比如說可能 你在選擇 要去擊殺單人 一換一的狀況之下 這些可能都是要考慮進去的 好 現在525又倒了 好 倒3 所以很明顯的 剛剛如果斯普拉樂樂的這把武器 如果有在場上跟隊友配合的話 其實是可以擊殺的 而且擊殺的狀況還不錯 配合起來還不錯 但只要樂樂不小心倒了 那很有可能就是一面倒 等於說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 你沒有辦法控制你的隊友要怎麼走 但是你可以去配合他 那也有一個可能就會變成說 隊友可能變成2 然後你去進行 夾殺或是進攻 好現在還有50秒 還有50的倒數 好現在這一輪剛剛 很有機會的是1打3 但是這個防守 hold的不久 竟然就變成是這個 又被搶回來了 好現在塗地 所以你看上這個高台 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狙擊才 在前1秒還在這個位置 把這個地方稍微塗起來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在進行每一輪的 你重生過後的進攻的時候 你可能會發現 如果都不太順的話 那這一條路 可能就不能走 你可能就要試著走別條路 試試看 因為當你每次都 同一條路被抓的時候 那就表示這條路是被剋的 那一場5分鐘內 你就是要不停地去嘗試 不一樣的路線 去試試看 而且再者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我看一下喔 對 今天這個 斯普拉射擊槍 選擇是引游的話 你在高台 會上司 這個引游的特性 因為變成是 你沒有地板可以游 你一定會從上面溜出來 你也一定會站在這個地方 你一定會變成 站的形狀站在這裡 所以其實如果在引游的情況下 其實甚至是水槍 你沒有射程優勢 如果大家都短水槍就算了 但如果你沒有射程優勢 對方又有射程優勢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要想辦法 先把地板抓回來 因為這很明顯的 現在這個狀況 就是地板優勢非常糟糕 就是很危險 很危險 等於說被這個飯糰 逼下來之後 好 這個地雷放得很好 然後現在基本上 現在變成是 1 2 3 三方夾殺 就更難了 現在這個時候是 最容易會非常緊張的時候 但是 如果你問我說 那現在要怎麼辦 我會說 當然是 SP要存號 因為你看 其實SP只差一點點了 就是我可以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說 當你今天的SP量 超過一半以上的時候 就先不要死 最起碼丟完SP 再說 要留意 一定要沒事就看一下 欸我SP快滿了 對 那現在這個死亡 SP 就又要再扣 好 復活 好 左邊兩隻 螃蟹出去 螃蟹出去 這個時候可以加上 nice漂亮 這個就可惜 就是 這個就是真的沒辦法 因為後面這邊要打一斤 他已經贊助太大的優勢了 所以說其實在 這一個場 可以說是 可以說 司法射擊槍 確實具有關鍵的 這個重點 就是因為有擊殺 有曾經的 兩三次的擊殺 那也創造出一個關鍵的事情 但只要 一不在場上 就很有可能全盤倒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必須要去了解說 欸那 那我應該要 我是不是應該要 小心一點 保守一點 因為你死掉就八秒 而且再 更何況 區域模式就是這樣 區域模式就是拖越久時間 越容易贏 他其實就很難 他的地不會動 你就是可以壓在那裡 一直壓著一直壓著 所以說 你到底要怎麼樣 再經過這幾輪 你看 沒有錯 所以其實以這個狀態上看起來的話 就是525是比較容易送頭的 那其實你有可能 也有可能很有可能可以意識到 但是其實是因為這一場裡面 有兩場 有兩三輪 是有曾經打出去過 所以其實是有機會的 所以就是變成說 你的死亡 你的死亡數 你的死亡意識 生存意識可能要增加 如果比如說今天 我們剛說樂樂他這個 這個他在場上 有一次超級跳 直接被擊殺 然後還有一次 不小心這個導彈 被追趕 如果這兩次都沒有 還有一個就是上去抓這個狙擊 如果他這三個沒有去做這個進行 你是等待隊友配合 然後存著SP的話 那其實是非常有機會 因為你們一度從100追贏到一半嘛 那變成說後面 其實你贏了的時候 防守是很困難的 但是剛剛從這個影片上看來 是有一些點 其實是可以避免掉的 包含比如說可能 這個三發龍捲風丟的時機 跟比如說當然瞄準啦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可以顧慮到 那我覺得在我看來是 我覺得可能有一點點太出去了 就是時機點 有點像是時機點這樣子 然後觀察一下隊友的這個狀況 你永遠 這個保守不是說太過貴 但是你要永遠去了解說 有可能自己是很重要的一環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鬼頭刀啦 就是鬼頭刀這個圖 你一定要一開始 你就看自己跟敵人 之間武器射程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你可以了解到這個話 你最起碼可以避免掉很多 比如說我射不到他我被發現了 這件事情 大概是這一場我目前看下來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中間的有幾數擊殺 我覺得其實是不錯了 但是就是有點可惜 因為確實這一場要 會稍微要有點扛一下啦 要不然的話就是 真的是可惜啊 因為這個擊殺數 這個就會讓你形成說 欸我殺了12個人 為什麼我還是沒有贏 本來又贏 為什麼又沒有贏 因為中間確實有一些地方的選擇 就是沒有做到最好 可能甚至有些選擇 可能風險過大 就覺得有點可惜了 好的 那麼今天呢 我們先分享這一場 這個在真格區 鬼頭刀真格區域的這一場 這個覆盤 那希望呢 樂樂之後看到呢 可以有一些不一樣想法在測試 那我們這邊呢其實還有收到 就是很多很多這個不一樣的場次 跟這個地圖還有模式 那我們之後呢 會再陸續分享 不一樣的這個 復盤的狀況給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 今天的影片不錯的話 記得要給我們個讚 作為支持 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非常感謝各位收看 今天的斯普拉寶劍事 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